一起先来看一段VC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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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你看她每一套服装 她的表情是配套服装的那个该呈现的状态 这个就是有点像小精灵的样子 小仙女 小公主 对 小仙女 就人物和服装最適配的 蓬蓬沙沙的衣服 不 kost不可 还不免得 你会对舍上的给人 这次就不咬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那中共的按摩中心里 这次就不咬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立и子小的 这件蓝的确实还挺好看 掌声欢迎我们的国潮设计师 王庭先生 欢迎 大家好 我叫王平 我来自山东省为方市 之前是一名摄影师 现在是国潮设计师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五位模特 穿的这些服装 都是由您亲手设计的 对 是 制作的 对 包括他们头上的这些头冠吗 对 对 对 先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您是如何理解国潮的 因为这个词现在越来越多地 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对 什么是国潮 什么是中国风 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 我个人的理解就是 国潮首先要有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里面 第二 一定要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 有潮流元素 两者相为融合的一种创新表达 那能不能结合刚才为我们带来精彩展示的这五位模特 他们今天所穿着的这个国潮的服饰 跟我们来具体地讲解一下呢 好 来 大约海棠 这个 这一组的造型就是大约海棠 这个是获奖的一个动画 对 这个大约海棠 相信我们在座的观众 然后应该有看过这个电影 我个人是特别喜欢 然后我是看了这个电影之后 然后就自己也手绘了一幅大约海棠的一个作品 然后我是根据大约海棠的这幅画 然后来创作的这个图示 然后这个是用铁丝来做的 这个图示的一个骨架 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铁丝做的骨架 就是这个海浪 一层一层的海浪 然后这个图示上的珍珠 有大有小 就是大海里的浪花 然后这些花瓣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抽象的一个变化 就是一个海棠花的一个效果 然后最终完成了一个 整个一个图示的设计和制作 他这个服装整体的感觉 和你那个海浪的颜色是一样的 对 是吧 对 那么这位模特手中拿着的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放在手里的一个小道具 这个也是颜色和我们的海浪是一样的 这个有一个小鱼的尾巴 这个一层一层的 是鱼的尾巴 对 小鱼的尾巴 和我们这个主题是非常呼应的 那你有想过 比如说把这个能够复制吗 就带更多的徒弟 然后来教他们怎么去做 然后最后把你的作品能够量产 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有 因为我做国潮是时间不长 只有一年的时间 对 一年 你做得这么好 做得这么多了 你学什么专业的呀 你的基础 我之前一直是画画 学美术 因为是我父亲的熏涛 画什么画 国画 然后所有的画我都会 你们知道那个学画画的人 做造型啊 做美妆真的是非常快 然后学的也比普通人学的快又好 但是他这个已经是跨界了我觉得 是吧 竹涛 从画画到服装的设计 但其实真的是个基础 所有服装设计师 他真的也得会画稿 是的